焦点来看房地合一的新政最快明年就要上路 那么央行总裁彭淮南今天他在摄影展就说 其实这是央行的建议之一 那么我们来看现在资金持续地从房市进入了股市 今天大盘占上了9500点的大关 今天收盘来到了9526点 那么专家就直言了 要是这个台积电的股价占上了150块钱 台股离万点也就不远了 我有邀请函啊 一脸笑容央行总裁彭淮南百忙中抽空参观摄影展 在看板上大大签上彭淮南三个字 提起房地合一政策 10A总裁强调这正式央行提议 房地合一十价课税你赞钱吗 我有三本师给你们 那就是我们里面的一项建议 制度面 总裁开金口力挺房地合一十价课税 产业大佬看法两极 大方新政还没开跑 资金已经不断从房入股 三号大盘再涨41点 占上9500点大关 成交量1202亿元 专家看来台股有望一步步占上万点 外资里昂更点名台股近年内有望攻上15300点 台积电它几乎已经变成全世界今年代工的航空母舰了 如果它到150块大概指数就已经逼近万点了 现在市场上投资人都还蛮看好的 那您本身也很胖吗 谢谢 好 经济都有比较好的嘛 除了全职股拉台 面板股表现也很强势 群创小涨0.2元 收在15.55块 四大产业摆脱低潮 成为台股的强力后盾 这两个加起来赔了一兆 那四大产业到今年为止 我们从D-RAM开始到面板 一直到LED 然后呢太阳能 现在全部都变成赚钱 不知产业谷底翻身 谷王大力光三号再涨65块 逼近2400元大关 多头气势助攻 原本强调后市乐观的金管会 转向提醒投资人要审慎 从基本面来看是可以相当乐观 审慎因为做任何的投资 都必须重视风险 曾明宗强调 外资持续净汇入 随时可能转向 台股涨幅相对明显 小股民进场前可得仔细评估 董事长一新闻 陈宇发行官员台报导